各位朋友,大家平安,過去這段時間 中國的大外宣是開足了馬力 天天都宣傳,世界上其他的國家都不行了 水深火熱,全面淪陷,只有偉大祖國 現在已經取得了抗疫戰爭的勝利了 現在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了 那有一些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就聽信了這種宣傳 就覺得如果是繼續留在海外,那要大獲零頭啊 所以趕快回國,所以有些人就買了高價的機票 就飛回去了,一回去就發現不是這麼回事 首先是不管你有病沒病都要被強制隔離 而且你還不能在自己家裡面隔離 一定要在政府指定的地方隔離 而那些政府指定的地方,生活條件一般都比較差 而且還要自費,而且價錢還相當的昂貴 最讓他們接受不了的是,他們發現這個祖國好像並不歡迎他們 有些人就編了順口溜,指責他們說 祖國建設你不在,萬里投毒你最快 把他們當成是投毒犯 如果僅僅是民間的人士這麼說一下,也就算了,不用理會 現在是官方也發表了這種意見了 3月18號北京疾控中心就發表了一個意見 建議海外留學生暫時不要回國了 如果你們有事情必須得回來的,先評估一下自己的健康狀況 意思就是說如果你已經病了,就別回來給我們添亂了 很可憐這些留學生肯定是被大外宣洗腦 肯定是沒有聽過黎平的視頻,被忽悠的夠嗆 以為一腔熱血心向黨,以為可以投入黨和政府的溫暖懷抱 哪裡知道呢?是一頭扎進了一個冰窟窿 這些小粉紅啊,我估計自己這次肯定是受到傷害了 那我再說一條消息,讓他們繼續再受一點傷害 讓他們哭暈在廁所,什麼消息呢?就是新加坡政府這個消息 新加坡的教育部和衛生部聯合發布了一個消息 要求新加坡在海外的留學生,一共有一萬多個趕緊回國 理由是外國現在已經發生了疫情了 現在回新加坡是最安全的,因為新加坡的醫療條件比較好 你們如果是病了,在這裡可以得到完善的治療 而且還幫他們想的挺周到,如果你們在海外 回來交通運輸有困難的話,趕緊跟政府聯繫 政府幫你們安排交通,我們經常說 強大的祖國是我們堅強後盾,而且中國已經很強大了 但是這一次大家發現沒有,強大祖國沒有做大家的堅強後盾 反而是給大家打了一劑蒙棍 而新加坡一點都不強大,這個國家很小 罪而小國彈丸之地,人口很少 而且歷史還不長,只有六十來年都稱不上是祖國 但是人家給力啊,人家要求自己的這些留學生趕緊回去 不怕他們萬里投毒,為什麼會這樣呢? 道理就是新加坡的這些留學生,他們是新加坡老百姓的孩子 而老百姓是新加坡的主人,政府是他們投票選出來的 主人的孩子要回家,政府能不讓嗎?政府能不安排嗎?天經地義啊 而中國的那些留學生大家自以為是祖國的花朵 實際上祖國根本沒把你當花朵,只把你當韭菜 所以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現在已經傷害了這些海外的留學生了,小粉紅了 我想繼續做惡人,再來傷害一下所有的中國人的感情 再給大家講一條消息,這條消息是來自美國的消息 現在國內有很多網路上面流傳很多段子 說美國人現在不行,沒錢做測試,沒錢治療 我告訴大家這都是假消息 現在美國的測試和治療都是免費的 而且美國老百姓不僅不用出錢,還有錢收 18號川普公布了一個消息,說兩個星期之內 每一個美國人都可以收到一張支票1000美金的補貼 1000美金在美國能幹什麼呢?我過去經常在美國住 我一個月的食品的費用就是200美金左右 也就是說1000美金可以買五個月的食品 當然不包括上館子 所以今後五個月,美國人的基本伙食是有保障了 中國前兩天發生過一個群體型事件 湖北印城的老百姓上街抗議 因為他們聯繫了一批志願者給他們送了一些便宜蔬菜水果 結果被警察和紅袖章給扣留了 因為當地的政府他們想讓居民買政府提供的高價蔬菜 那食品漲價在很多被封城的地區 這是普遍現象,一小部分的原因是因為市場原因 還有大部分的原因是因為政府他想趁機賺一筆 他不僅不補貼老百姓,還要趁機把老百姓的口袋掏空 美國今天公佈的救災的措施不僅僅是1000美金這麼簡單 它是一個套餐 萬一是1000美金用完了,到時候經濟還不好 工作還找不到,那怎麼辦呢? 美國聯邦政府也說了 不能上班的或者是已經失業的,不要怕 還有聯邦政府的補貼,保證大家不用為生活發愁 只要大家健康就好 那對比一下中國政府,他們是怎麼做的呢? 在過去一段時間停工的時候 他們也說了,停工期間有工資 但是這個工資政府是不給你的 是要企業老闆給你,這不就是坑人嗎? 企業不能夠開工,他賺的錢就很少啊 很多老闆就開不出這個工資啊 企業發不出這個工資,你工人去找老闆要 勞資矛盾就爆發了,企業搞不下去 如果是企業發了工資,他的這個財務狀況就更差了 他倒閉的可能性也更大了 倒閉了之後就沒有工資發了 救災本來是政府的責任啊 政府收稅它的功用之一就是用來救災啊 你現在政府把這個責任推到企業頭上,推到老闆頭上 你政府只收錢只收稅不辦事 說的好聽點就是獨職,說的不好聽點 你這就是搶劫啊,就是詐騙啊 那現在國內有一些企業已經是倒閉了 這些企業的員工都已經失業了 還有一些企業開工不足,員工的收入也是相應的降低 那現在很多這些員工,失業的或者收入降低的 他們還要供房貸,他們是房奴 以前經濟正常的時候都已經感覺到壓力了 那現在壓力就更大了,被壓得喘不過氣來了 對於這麼一些房奴呢,我也想傷害一下大家的感情 說一條來自加拿大的消息 加拿大六家銀行和一家主要的最大的房貸公司 他們就聯合宣布,3月18號的時候聯合宣布 說所有的房貸可以延遲半年之後再交付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些加拿大商人怎麼會這麼慷慨呢? 這裡面當然是由加拿大政府在協調、在運作 政府肯定是給這些銀行提供了相當大的一部分補償 現在經濟大衰退,很多人還這個房貸都有壓力 加拿大政府是加拿大老百姓選出來的 他要為老百姓辦事,所以說他們就去和商界和銀行去商量 那銀行他們當然是想賺錢的 但是加拿大的銀行他們想賺的是長遠的穩定的利益 所以暫時存擔一些損失 只要讓加拿大的人能夠過上正常的生活 加拿大經濟就一定會恢復 恢復了之後這些銀行就會賺更多的錢 所以他們是做長遠打算這個決定是正確的 那中國的銀行、中國的政府為什麼不這麼幹呢? 他們怎麼不做長遠打算呢? 那首先是因為中國政府不是老百姓選出來的 它不代表老百姓的利益 他只想拿銀行用他們自己的國有的銀行來賺快錢 能多撈一點就多撈一點 他們不做長遠打算 因為他們的合法性已經上市了 隨時都會垮台 所以他根本不追求長遠的利益 他只追求短期的暴力 那他就不會讓你這些房奴延期還款 也不會給老百姓每個人發一千美金 所以說人比人氣死人 那今天給大家對比了一下 對比了新加坡、美國、加拿大和中國的情況 就是想故意來氣一氣大家,讓大家生氣 但是大家不要以為我是幸災樂禍 我是想讓更多的人生氣之後 就拋棄對中共的幻想 拋棄對於這個權力的崇拜 要知道他們是什麼東西 然後大家要追求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尊嚴 追求這個國家的民主、追求這個國家的法治 那麼這次吃虧了 我們下一次就不會再吃虧了 這一次我們經歷了這個慘痛的教訓之後 下一次我們就會能夠把這個政府 能夠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當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國家了之後 我們也可以和這個新加坡和美國和加拿大的老百姓一樣 享受諸多的福利 好,那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